群山环绕,山水相依,钳子百态,生生不息。 气候美好,从一只森林蒙如开始。 万物生灵,眉眉愚共。 大熊猫是生物多样性的散户种,为保护万物共生的世外桃园和野生大熊猫的家园。 2021年10月12日,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。 这是我国首个以单英物种名称明明的国家公园。 这里是四川绵羊,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区,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地区, 野外大熊猫主要栖息地之一,418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这里。 眉阳市平五县是大熊猫根部最多的县, 境内有野生大熊猫335只,占全国总数的18%, 有着天下大熊猫第一县的美誉。 平五县也是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检查机关关注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远真性和完整性。 散户之下,大熊猫的朋友圈越来越大, 无数生灵在这里安然齐聚, 同顶一片蓝天, 共互一方水土。 平五县检查员与北川枪组织的县检查员, 安州区检查员协同发力, 守护大熊猫清晰地的绿水青山。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享好, 红外线向今下, 野生大熊猫扎堆亮相。 今年4月, 巡护员外出巡护时就偶遇了一只野生大熊猫正在喝水, 那样子真是太萌了。 在四川省检查院指导下, 相关检查机关不断强化大熊猫国家公园行政执法与司法协作, 推动解决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, 破坏生态环境资源、 非法采矿等破坏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等问题。 为提升大熊猫国家公园圆真性、完整性、系统性, 贡献检查力量。 我就是你们人类口中的森林萌族, 归报大熊猫。 不要问我为啥子看起来没得脖子, 毕竟在大熊猫国家公园住得安逸, 吃得把死, 睡得香甜。 我也欠你, 万类双天竟自由, 共处人与自然, 和谐共生。 勞灵状导致, 手术移植。 感谢大熊猫的, 욱 sut肥子看起来没得onton。 搅拌吧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